如果用BBA做的話大概這樣 輸出、清除 那其實裡面大概做了哪些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一樣是For I 第一個先建一個SUB SUB名稱叫做人事芬蘭 那人事芬蘭的話呢 當然我們把一些地方刪掉 其實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做哪些東西 其實剛剛講的For I 第二列到第九列 這個用算應該可以算出來 然後For J等於4到7 J特別是蘭 蘭不支援文字只有數字 所以一定要算第幾蘭的數字 那再來的話呢 意思是說我前面就Sales Sales直接一般習慣是 哪一列第I列的J蘭 指的就是說呢 他會先幫我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這個範圍的資料 一個一個的從哪個地方丟資料 所以他一定是丟這個 再丟下一個 再下一個 意思類推 那我要再來就一個來源 來源就從這邊丟過來 那丟的話怎麼剛好 第一次抓第二列 第二次抓第三列 有沒有一個一個丟過來 所以呢 另外呢 我們要怎麼樣把那個資料丟到這邊來 那這Sales IJ等於什麼 對這個地方可以用K 然後另外的話呢 他的來源 他的來源的話就是Sales Sales 這個地方當然預設是2嘛 從這個資料丟過來 但是因為這個2將來要變成3 變成4 變成5對不對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會發現那個K還滿好用的 K等於2 這個前面有用過嘛 然後這邊只要把K 有沒有 把它改一下 底下的話呢 每跑一次 K等於K加1 意思就是下一列的意思 有沒有 這樣來跑啊 應該不困難吧 這個我想 我們蠻多地方都寫這樣 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有點像剛剛 Index做的事情 只是我把它拆開來而已 有沒有 這樣就全部過來了 有沒有 不就是跟剛剛第一階段一樣嗎 有沒有 第二階段做什麼 再把它切割嘛 切割的方法就是 打一個MID 把那個資料做切割 逗點 第幾個字呢 我們之前是抓這個嘛 剛剛是D1 那這裡的話 特別重要 如果是鎖住那個地方 你就是直接打那個列號 固定的 Sales的第幾列 第一列 那 逗點後面的話 本來是D嘛 那它後面會換1 有沒有 可是問題在這裡 如果是藍的話 它是追 代替 所以喔 你直接輸入追就可以了 然後當它是第四欄的時候 那就D1 有沒有 然後當它D5的話 就是E嘛 一字類推 DEFG 有沒有 後瓜糊 然後後面怎麼樣 E就指的是這個 所以這個的 Sales的第一列的追欄 就等同是D1 這樣的寫法 有沒有 改成這樣就可以 特別叫E固定喔 所以如果前面沒有 那就變成一個變數喔 如果D以後 前面假如這樣的話 那你記得你這邊 乾脆直接寫個4就好了 如果是固定的話 你就是寫固定 如果沒固定的話 你就用個變數代替 加多少 加2嘛 逗點 還記得嗎 後面多少 MID 後面參數應該多少 99 對 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最後呢 為了要調整欄寬喔 我底下有多寫一個 叫colors colors 加S 點什麼 點AUTOFIT AUTO 自動調整欄寬 FIT AUTOFIT 這個 那如果是針對哪起欄呢 D到G欄的話 那你可以在colors的後面 加一個刮弧 跟他講說 你幫我針對D欄到G欄自動調整欄寬 OK 我先清掉 清掉 OK 講清楚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再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按那個F8好了 主意啊 先抓這個 等一下 增錯一下 形態不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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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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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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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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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這邊是從第二列開始 那每四個每四個放一個位置 所以我就算什麼 算它剛好它的位置 如果把它減掉2 再除以4之後 這個位置剛好就為0 下一個如果6 6減掉2 6減掉4 4除以4 余數為0 下一個10減掉2是8 8除以4 都整除 如果這個整除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資料 把它帶到這邊來 帶到這邊來 OK 到底是這樣 所以這邊的公式的話 等於是又多了一個這個 給各位參考 另外的話呢 一個條件是這個 另外的話呢 J等於4 J等於4的話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就把我們的A欄的資料 有沒有幫我call到這個位置來 OK 就一個個 如果這個剛好同學問到 所以我就把它補充進來 因為將來你應該也遇到 像這個的話 如果你用那個sale裡面的函數 很抱歉 沒辦法 那你可能什麼 圖白有點剛 哇 那很麻煩 要不然頂多什麼 你可能又要把這些 複製過來 然後把裡面的空白拿掉 對 也是一定很麻煩 所以這個我就再多一個 延伸的部分 請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就是人士芬蘭的部分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呢 這邊還有兩個方法 在第三頁的地方 就我剛剛打的程式 有解法1跟解法5 我剛剛主要是解法1的部分 另外還有個解法2 我是覺得解法2好像沒有解法1來的簡單 因為解法1的話 是用到那個k k的話其實還蠻方便的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每一次就往下一個的話 那就k等於k加1 這個還蠻好用的 OK 試試看